當市長考六十就幾個 當中華考八十五個 可是目前大陸方面出的考卷 反正只有七十五個 你昨天講兩岸下青跟九二共識是被污名化 但是為什麼後來又改口說是標籤化 標籤化比較中性的名詞 我覺得這兩個名詞在台灣 反正一講到不爽的人就一大堆 我這個有跟大陸講過 我說這個想想看 看有沒有辦法大家去協商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名詞 這當然一下子他也想不出來 我說不要緊 那就這一次就先造舊了 所以污名八十三個字是你心裡面想要說的嗎 其實比較正確的說法叫標籤化 就是反正那個標籤 還有人說九二共識是一片一口 我就奇怪 就從哪來的 中國的選者說如果你要選二零二零 你就要說更多的話 唉呦 這個其實也是 老實講喔 當市長考六十五就有幾個 當總統要考八十五 可是目前那個大陸方面出的考卷 反正只有七十五 所以老實講 我也覺得真的是很高分 所以你這個就在七十錢嗎 沒有 現在是考六十五 等於是我們六十五代 我們的及格標準是六十五 那你要當總統要八十五 可是那一家考卷 最高分只有七十五 所以意思就是說 啊這種事情 我看 我覺得是這樣啦 不過還是那一句 以對話代替對抗 意思就是說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有時候大家聊天聊一聊 總是會想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那你覺得七十五的考卷你沒打擊 不然除了七十五的考卷 我不曉得啊 問題不啊 我說那考卷滿分只有七十五 可是一般來講他只要六十五就有七十 坦白講他們對市長的標準很低 說你不要去踩他紅線 那這樣就好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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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手 拍拖 拍拖